Hello大家好,我是翼王 这次我要给去年买的Framework模组化笔记本升级一下主板 并且会将替换下来的旧主板 搭配3D打印外壳组装成一台迷你主机 我去年做过视频的Framework品牌的笔记本电脑 虽然目前都是轻薄本,但是它主打的是模块化 它的概念是整台机子全部的零件 从外壳到排线到屏幕,都可以直接在官网买到 并且提供了教程给用户 机器的各处细节也是认真考虑了如何降低拆装的难度 就连IO接口也是模块化的 主板上面自带4个雷电4的接口 你可以插上不同的模块 包括USB,视频输出,网线接口,甚至固态硬盘等等 这样几年之后,如果笔记本出问题了 用户可以自行维修,不用为别人赚维修费 性能或者是功能落后之后 用户也可以自行升级后继续使用,减少电子垃圾 在去年我海淘了Framework的初代机子 当时是11代酷热处理器 经过了将近一年的等待 他们终于兑现了之前的承诺 推出了搭载12代处理器的升级替换主板 官方甚至还提供了主板外壳的3D打印模型 让你将替换下来的旧主板 拼装成一台迷你主机继续使用 可以做成大火心爱的软路油 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除了单独的主板 他们还出了一个带CNC顶盖的套装 要贵几百块钱人民币 虽然初代的顶盖我目前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不过我也很感兴趣 CNC顶盖到底改进了什么东西提升有多少 所以还是下单了贵一点的套装 现在我海淘的主板和顶盖都到货了 可以看到它们是分开包装的 那么就来实际试一下升级的体验 以及具体的性能提升会有多少吧 因为我已经看过LTT的升级踩坑视频 所以在开始之前准备工作其实已经做了不少 BIOS已经跟到了最新版本,Bitlock也没有开 官网的主板更换造成也已经看过了 要更换主板,首先要将机子拆开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来关机动手 首先将这四个IO模块给它抠下来 啊,还是这么的紧 然后拧开顶盖上面的这五颗螺丝 这些螺丝全部都是有做防拖设计的 然后反回来 这颗螺丝领完之后已经将底盖顶起来一点了 边边是还有磁吸的 再小心的把触摸板和键盘的排线给它拉起来 就OK了 整个C面就抠下来了 好,机子打开了,接下来就是拆主板的部分 这里我们要将这些安装上去的这些硬件给它拆下来 然后将跟主板连接的排线全部断开 MVMe SSD 内存 无线网卡 又是这个超级讨人厌的WiFi天线 继续断排线,全是电池 WiFi的天线 麦克风 音频的排线 摄像头的排线 屏幕的排线 检查上,好像没有了 应该是没有了,接下来拧开主板的固定螺丝 就搞定了 接下来我们将替换主板开箱拿出来 这个环保也是做得很到位啊 连这个缓冲材料它也是用的纸 静电带它就没办法了 使用者手册 没看到有什么用 啊,新主板 新的这块主板从正面看细节和旧款高度相似 主要还是标签的差异 孔位和排线接口那些不用说和旧款是完全一样的 毕竟是要支持更换升级 反过来的背面就能看到 电路设计上的差别还是不小的 散热器是主板上面自带的 可能是因为这一个成本比较低 同时用户自行更换起来风险稍微大一点 内存槽是继续用的DDR4 旧的内存条可以直接使用 好,那么来安装一下主板 这一次为了防止手焊低到主板上面导致短路 这次戴一下手套 来,组装 卡到位之后来上螺丝 最后将排线和零件给它装回去 排线应该都接好了 最后将这个C面的外壳给它装回去 直锡的 上螺丝 最后将这个模块给它插回去,就收工了 熟悉电脑硬件的人来说 不到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主板的更换 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来插电开机 看一下会不会爆炸 侧面的电源灯是亮了 电源键的灯也亮了 哦,终于开机了,第一次开机要这么久的嘛 Windows系统要重新初始化一下 哦,进到系统了 回到视频主题,更换了主板之后 我们简单跑了一下性能测试 这里正好可以在完完全全相同模具 相同散热条件的情况下 对比1135G7和1240P的性能差距 甚至还可以在同一块电池下测续航 在Cinebench测试中 1240P的多核成绩比1135G7强了超过75% 单核则高了13%左右 跑测试的时候我看了223自带的参考分数才发现 现在一颗轻薄本的CPU 多核性能已经超过当年我梦寐以求的 12核24线程的152697V2了 然后和1135G7比较稳定的峰值性能保持不同 同样的条件下,1240P连续跑10次R23测试 最后会下降接近20%的多核得分 虽然这个得分和152697V2还是比较相近的 剩下的几个CPU相关测试 多核差距就有大有小 从百分之三十几到百分之七十几不等 和软件测试时长以及优化都有关系 比较有意思的是主持单核性能 测试耗时比较短的Crossmark 11和12代DI5居然是互有胜负 1240P有一半的项目都输了一点 可能和大小核调度有关 除了CPU以外,核显的部分我们也测了一下 3DMark理论分可以说是一点差别都没有 而在Dota 2里面两颗CPU的帧数表现也是几乎完全一致 最多就是1240P偶尔高伤那么一帧 跑CSGO时很神奇的是高画质下1240P赢了不少 低画质反倒是1135G7赢了几帧 不然以后BOS和系统的更新能不能再提高1240P的表现 通过R23测试时CPU的后台状态监控可以看到 1135G7是一开始能跑上30W 稳定运行一段时间之后降到28W左右 1240P则是一开始能跑到50多W 撞墙之后比较快就降到28W了 烤机的话不管是单烤FPU还是双烤FPU加甜点圈 两代i5的CPU封张功耗读出来都是稳定在28W左右 但比较有意思的是,输入功耗会有一些差别 以及1135G7的温度要高一些 风扇噪音倒是完全相同的,散热器肉眼看上去也是同一款 机身温度方面从热成像看1240P这边会稍微热一点 主板更换完成,接下来尝试一下换掉A面顶盖 看看新的CNC顶盖有什么特别之处 按照官网的说法,这块新顶盖是调整了结构增加了强度 材料用的是75%回收率比较的环保 另外还附带了摄像头排线和WiFi天线在上面 因为时间关系,前面的步骤就省略了,直接从这里开始吧 我们先取一下这个屏幕的边框 这里面能看到是有双面胶的 然后再次取下我比较讨厌的这一个WiFi的天线 以及屏幕排线和摄像头的排线 然后拆一下屏幕 又是双面胶 OK,取下摄像头模组 最后就是拆角链了 OK,接下来拿出我们的新顶盖 强度可能也许或者大概强了那么一点吧 就这块顶盖因为是冲压的 所以周边这些复杂的结构件就全是塑料的 而新的这一块是CNC 所以周边就是可以直接用铝挖出来 新的这块顶盖除了排线以外 螺丝什么的都已经预先装好了 新顶盖的中间这里有一个类似米质型的支架设计 应该就是强度增加的来源吧 不过我觉得 旧的这个顶盖其实也挺好的 而且升级主板跟顶盖一点关系都没有 普通用户我觉得真的是没有更换这个的必要性了 好,吐槽完 那么我们将刚才的操作步骤给它倒着再做一遍 将这个新顶盖给它装上去 过来是屏幕 最后就是把排线重新给它绕回去了 不得不说安装WiFi天线真的是一种折磨 你讨厌一个人就让它去装WiFi天线吧 终于好了 再把屏幕盖子给它卡回去就收工了 难度不算高,但是稍微有一点烦 好,主张回去了 屏幕和摄像头那些全部都工作正常 感觉换了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的顶盖终于换完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换下来的顶盖要怎么办呢 差点忘了膜还要撕一下 OK 虽然换下来的顶盖不知道应该拿来干嘛用 但是换下来的主板还是有个好处处的 那就是装到3D打印外壳里面 做成一台迷你小主机继续使用 为了让普通的家庭3D打印机也能打出来 它这个外壳的3D模型是切成了几块的 然后这个WiFi天线是要自己另外购买 那么直接就将主板装上去 因为底壳是3D打印的塑料 所以这个螺丝好像没办法拧得特别紧 装上去之后边缘的贴合还是比较好的 毕竟这个是原厂设计的3D模型 当然它也要求你的3D打印机有一定的精度 而且打出来的东西它撬边不要撬得太厉害 之前买多的接口模块它也是可以插上去继续使用的 唯独有一个小问题就是 我之前只买多了这么一个模块 再去海淘几个模块回来有一点太贵太麻烦了 3.5毫米耳机孔它是一个单独的PCB 我没有多余的 所以这里就只能空下来了 中间这块顶盖的这里有一个凸起 它对应的是主板这里的小开关 它是机箱的防入性检测 然后这一块顶盖也有一个凸起 它对应的是主板这里的一个贴片开关 它是电源开机键 再过来是无声网卡 我们后来发现之前买的WiFi天线给买错了 M2接口的无声网卡 它的内置天线接口它应该是IPEX4代的 这回已经是试过没有问题的了 来给它装上去 OK,完成 最后是上盖的安装 两个盖子之间 它是使用这种小小的3D打印键来进行连接的 我们测试过 只要不是插拔的次数太多 强度其实还是可以的 按下去就行了 开关也是工作正常的 底盖的强度我觉得还行 上盖这边嘛,就只能说又不是不能用 虽然我手上多余的IO模块不够多 但是它毕竟是标准的Type-C接口 使用这样的扩展物给它转接一下就好了 最后还可以使用这一种笔记本束放支架给它立起来 这样占用的空间就小很多了 好,来开机试一下 好,进到系统了,工作看上去都是正常的 顺带一提这个外壳我们还打印了灰色的版本 感觉好像还更好看一点 不过因为时针关系就来不及换了 总的来说,Framework这个笔记本的模组化升级概念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升级的过程比较的轻松愉快 官网有详细教程,拆装也不困难 于是重点就在于升级的成本了 1240p处理器的主板在Framework官网的价格是448美刀 最近美元涨得比较厉害 折人民币是3250左右 在国内加一点钱,已经能够买到一台完整的1240p轻薄本了 好,再换下来的主板它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像闲鱼上面1135G系的NAC准系统也要2000块钱了 而如果你用得上这台DIY迷你主机的话,其实还马马虎虎 不过在中国大陆购买的话还有个更大的问题是运费和关税 我这个套装额外花了我超过800块钱 这么算下来成本就比较高了 我买它也是出于长鲜和做视频的需要 对于非发售地区的普通用户,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划算了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想法确实还是可以的 希望可以尽早登陆更多的地区吧 好,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 新关注视频点击个订阅就不会出过后面的精彩影片了 我是宇宝,谢谢观看,拜拜